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就说 你脚的这个前进去人到底咋样 人肯定是好人 但是人家那不是有对象 谢老师不是在那呢吗 小王 小王 你咋啊 兄弟啊 没完活了 爸爸 你怎么了 孩子 你没关系 都大人情两个敌 你别惨人啊 不叫你别出来啊 没完活了 徐光黑暗 你就给我一个痛快的了断吧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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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心儿啊 他就是个生人啊 还是个香港故人 他就把我 他就把我 咋嘛的了 他就把我 咋的了 谁呀 妈呀给等了呀 啥 他咋能说样呢 姐夫你别担心 我正好找他去 郭强 你别担心太早了 心里头两个跳跳的了 哪一月 工人咋的呀 工人就不能谈恋爱了 工人咋的呀 工人就不能搞这下了 就是啊 工人阶阶咋的了 老高家世世代代都是工人 谢了他瞧不起工人 咱也瞧不起他 妈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真是这么说的 管得真的假的呀 那你反而瞧不上他 说什么呢 那 目的 哎呀 走了 不是 姐夫 你出这招你咋过说一时呢 思想准备都没有 不是 这把黑子 给我出这么个主意 我先回了用力 你不会笑死他 我问你 他真是这么说的吗 哎呀 屋里头发大了 别再问了姐 你好好安安安他吧 他 就真是太过分了 真的 真是太过分了 郭强 姐夫心里挺难过的 姐夫在这装神的味儿 也不是他这招好时好事 姐夫 不管好事不好事 咱们都已经清理了 啊 啊 個偷人 你咋走回来的 我给你打电话你咋不接你 啊 我给你花你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 因为咋不接你 你干啥啊 我这儿扶了你 你要干啥你咋来你说话 那么分手吧 你再说一遍 分手 你再说一遍 我不爱你了 刚跟你好的时候我是爱你 我以为 你是一个值得我爱的男人 可是后来我发现 不是那样的 你存在我这儿的钱 我一分钱都不会还给你 那是你欠我的 是你教会我 人不畏己天主地灭 你就这样做的 啊 都送我借你的 那已经签了咋没有啊 可为了你离我 到现在仨都没有 我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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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做这样做的 你忘了你肚子里还有吗 得挖你 怀孕的事情是假的 算意思 我根本就没有怀你的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怀你的孩子 我还有一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我跟你好的时候 就已经跟老焦好了 他现在就在楼下等我 我希望你不要跟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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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o 在哪儿都 vai 我不想把签刀扰进 Front 那快来吧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啊 我有点难受 要不要吃点药啊 没事 我一干妈妈睡就什么都好了 有那么灵啊 来 你要不舒服就跟我说啊 嗯 来 睡会儿 凉不凉 不凉 好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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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姐姐该上钢琴课了 丽华 你有空吗 有空 今天我帮他去 你有事吗 你还没事跟我们一块去吧 嗯 你刚才说什么 我问你有没有空 你要是有空的话呢 就跟我们一块上催教授家去 嗯 姐姐 快点吃 吃完 那收拾东西一块走 快啊 我不吃了 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让孩子 哎呀 激动的 哎 杰哥 哎 哎 去不了 我 我 我跟西兰 我们掰了 都吵架了 再过去以后碰上 怎么办呢 没事 我今天让你跟我们去呢 就是想 替你跟他说说 开导开导他 我铁了心不跟他好了 他也铁了心不跟我好了 你一日夫妻百日恩 怎么能说分手就分手 你不是看上崔教授了吗 对 他看上老崔了 老崔有文化会弹琴 还还会朗诵诗歌 我我我 没人家有出息 嗯 哎 哎 姐 就 去 去 这我姐夫去 去去去 姐夫 我去怎么办呢 我跟人家 我以前跟我姐姐去 对 跟那个当着丽华那面 跟他有个柳断 对 那我就 去 去 那个馅儿 哎 我我一进门 你该打打 该骂骂 该摔摔 不是摔跤 摔跤我再摔不过你 那不太假了吗 爸爸 我们走吧 哎 好 哎呦 把这个忘了 谢谢啊 我说什么话呢 啊 一个朋友 摔到这里 哎 哎 哎 你紧张什么呀 我都不紧张 哦 你说我怎么能不紧张呢 那个啊 景景一会儿要来 对丽华也要来 而且那前景大哥给我打电话 说让我 配合 哎 你就配合一次嘛 就按照他说的不就了啦 可是他 他 他让我那个得摔东西 还得让我骂人 你 结果哪会呀 你就直说 我就是不想跟他好了 不管说什么 都不同意 不很简单吗 啊 别紧张 不同意 对 我 我就说不同意 哎 来了 好 没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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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陈君 哎 哎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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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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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带呢哈 带一声 好 快 姐姐 干干嘛干嘛 来书班脱衣服跟出来搏学起 有什么 得玩啊 你过来 我可以说点事 好 这就是我 他怎么不打我呀 他不敢打你 他不好意思打你 等着了 跟钱金闹别扭了 我给你讲 其实钱金这人啊 真的挺好的 虽然下岗了吧 但是这不也在创业呢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这夫妻俩过日子 哪有那么一帆风顺的呀 是不是 但是只要齐心协力 生活就会美满幸福的呀 要不这样 我把他叫进来 你俩再好好聊聊 不用了 你不要 怎么不用呢 你看 你不能说走就走 对吧 你不看谁 你不是也得看孩子吗 那不还有瑾琴呢吗 瑾琴 瑾琴她 不是我的孩子 谢蓝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是哪有亲妈 不是你自己孩子的呀 那姐姐她真不是我的孩子 那是钱金大哥的孩子 她跟我没关系 别闹了啊 干啥晚上整一下整一下的 你在这儿上我骂你了啊 那姐姐多可爱呀 多招人稀罕呀 我一看着她 我就受不了我跟你讲 嫂子 那个 我实话跟你说吧 我 我不想跟她过了 真的 你看她这下岗了 那还带着一孩 这孩子 那仅仅我嫌她是个累赘 我真不打算跟这钱金过了 真的 你明白吗 那你不跟她过 你跟谁过呀 老崔啊 那老崔那比你大那么些 那还行嘛 你去 那她对我好啊 好也不好那么的呀 你怎么这样呢 怎么那以后你就在这儿住了 真不跟钱金过了 不跟了 绝不跟她过了 那要是我不跟她了 你跟姐姐还来吗 那这样子的 我们可能就不能来了吧 那怎么来呀 那要是孩子非要学钢琴 非得上这儿来的话 那也能来呀 对 还得来 那这 怎么得多尴尬呀 这事儿出了没有什么 这款车最大的特点就是 动力性强 比较省油 另外有七处 还有八处 颜色呢也 黄队伟 这车保安好 好 国强 国强有个事儿 希望你帮个忙 今天店里看车的客户比较多 店员们比较忙 麻烦你陪 两位客户进行和试试试试下 行 好的 能有多大事儿哟 咱是老爷们儿 在外考虑是在小兄弟儿 回家翻试问媳妇儿 能有多大事儿哟 咱是老爷们儿 做事儿拼的就是一股劲儿 整的就是一口劲儿哟 整的就是一口劲儿 人生这一辈子 哪能没有坎儿 抗开了向前进 这都不算事儿哟 人生这一辈子 哪能没有坎儿哟 抗开了向前进 向前进 咱得有个好心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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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 大爷 来 来来来 有事儿 大爷 好 前方 大爷想跟你说 没有过不起的火焰山 家里有时候拿这儿 就跟大爷说 大爷就是你的孙悟空 没事儿 大爷 都过去了 我不想了 这就对了 你跟你哥一样 拿他去放得下 我还很少这么听您夸我哥呢 光听我骂他啦 其实我老夸他 前方 我好打算怎么办呢 我打算呢 把这个店重新开起来 我这些年的心血 不能就这么白费了 好 好 人总得往前看嘛 大爷 大爷 您呀 该想想轻浮了 别敬畏我们操心啊 好 走了 大爷啊 慢慢起啊 哎 走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运老杜 这算是断了呗 你跟这儿干嘛呀 我 我跟谢蓝也 也断了 手续办了吗 手 我去 李华 我跟谢蓝根本就没结过婚 真的啊 景景也不是谢蓝的孩子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那 那景景 景景真是你的孩子啊 李华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哎呀 这都不用怕 是不是 你慢慢想 着急也没有用 好多事情啊 不是你着急就能解决了的啊 我知道你现在想过起来我了 这都没关系 咱有的是时间 就当咱们刚刚认识 慢慢接触好不好 好那么点吗 好那么点 好那么点 你们大老远的呀 跑来给景景上课 我够过意不去了 大爷 千万别这么想啊 这景景景看 马上就要这个复赛了 这时间要是在路上耽误了 多可惜啊 没事的 你这样的话 让崔教授断了一下身体 大爷 大爷 那个 丽华嫂子怎么样了 好多了 也接受前进了 两个人哪 重新谈恋爱呢 这不嘛 这不嘛 前进啊 上大连去送货去了 也把丽华带上去了 他俩结婚的时候 就去大连 前进说 要寻找我过去的影子 好 大爷 他们走了 这景景景就你一个人带啊 这不是国强忙 前方也忙 这俩孩子都是我带的 那大爷 那回头家里有什么忙不过来的 您跟我说一声 我随时可以帮忙 大爷 你们家这日子过得 真让人羡慕 多亏有你 那是 人人都这么说 整的我呀都不会了 喂 孩子的头挺热的 你们看看是不是发烧了 姐姐 姐姐 怎么了 大爷 这烧得太厉害了 得赶紧去医院 来 我来看看啊 没事 小孩偷偷脑热尝试 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 不行 这烧得太厉害了 真的得去医院 是累着了 今天不练了吧 大爷这真不行 不练了 得送医院 走来走去医院 还是去医院吧 小夕 咱们先走吧 老嫂子 那我们先回去了 那我就不留你们了 好好 行 姐姐 你没事吧 没事 不要紧 行 那大爷 你小心点 好好好 我有情意 是 那个大爷 他要是烧得厉害的话 您给我打电话 行 放心吧 我给你打电话 那走了 好 我走了啊 老嫂子 走好啊 不行 这锦金伤成这样 我不能走 我得回去 你不能回去 到屋里就躺下 老嫂给你倒点水啊 去 你看 咱们不都说好了吗 等锦金长大成人了 再把真相告诉她 现在咱们不提这个 让她快快乐乐地成长 这不好吗 再说老太太年纪大了 万一让她知道了 你是锦金的生母 她能受得了 咱们回吧 这走得可真够快呢啊 哎呦 你这是欺负我这老头呢 啊 哎呀 你看 咱们吃点啥 有酒妹妹啊 要不我可做了 我可只会做方便面 待会儿做好了 你可别嫌我做得难吃啊 我担心锦金 我也不放心锦金 可我也不放心你啊 我不能认她你知道吗 我不能认她你知道吗 我明白 我明白 你说孩子有什么错 这都是大人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说 你让孩子受那么大委屈 你说我干嘛要回来呢我 你说我当初不要孩子了 我干嘛现在还要回来找他呢 我找他干什么呀我 我只要知道这锦金过得挺好的 知道这个前进大哥他们对他挺好的 不就完了吗 我干嘛还要回来找他 你说我非要买钢琴干什么 我 我干嘛要死必烂灵的 待在这儿干嘛呀 来 哎 我真应该听妈呀 上来我卡给她恩导 哎呀不能像妈说那么粗暴 那太粗暴了 或者我这样 你来我卡来的大委 可以 卡呀 卡 卡啥呢 我这 这腰这样 要让好多了 要让舒服一点 卡 就来回撑不撑不 卡 快坐下 快坐下 坐下坐下 服务员没来电话呀 就这样了 梳洗打扮都没忘了 听这边的声音 那个 来电话了 人家那个服务员说了 说你们两口子挺有意思 怎么还订两间房呢 我说我们现在还不是两口子 将来有可能成为两口子 那 就是还得在这儿再等一会儿是吧 对 那 当初我们旅行 到这个地方 咱住的就是这宾馆 在这儿啊 对呀 就是这房间 是吗 可不吗 那当时它不是这么装修的 没有这么豪华 当初就是大白 没有那个那个那个壁纸 当初是这样的 就这个 就这台灯 不是这样的事了 是一个大瓷瓶 一个大胖小子抱了一个大鲸鱼 鲸鱼嘴地上吐出一个灯泡来 你当时还说呢 将来有孩子 就这样按那个大鲸鱼那胖小子那么生 我才不能那么说呢 你你真这么说的 好了你现在很很很很那什么 就不提那事了 当时那壁伙不是这么安的 壁伙全安这上了 完了我咋摁也不会摁也摁不灭 完了你就生气了嘛 我夸把家一拉开 给你拿着这大浴镯子 就这个 你当时就笑着 这个呀 嗯 这是你送我的呀 当然了我苦占一千天嘛 安全无事故 完了再加上工资我攒的 奖金啥 给你买的这个嘛 我以为我打小带的呢 老合适了 现在都摘不下来了 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不是 那时候瘦 你瘦 当时小手冰凉 跟着卓一样冰凉 我给你套进去那天嘛 当时你没正 你不是这么正 你特别听话 就戴上你就不动了 你就当时 那后来呢 当时就 我张开怀抱就融化了你了 那再后来呢 再 再后来 我们就进行了一场娱乐 不是 就是活 活跃 活跃 对 你这词听着 挺着玩笑的 怎么活跃的呀 就是 就是 就特 特别活跃 你就像个面条似的 哗呀 我就吸了面儿啊 就躺我怀里了 我呀 对呀 是你 那 再往后呢 再往后 我 我就把你融化到 融化了 怀抱里了 你还想上哪儿去 我 我上哪儿去了 你还想怎么待着你想 哎呀 哎呀我咋就这样事去了呢 你 我天 我天 我天啊 哎呀我天哪 什么玩意儿我说 这啥事啊这是 你说这叫啥事啊 你还挺紧张 还老说我是你老婆呢 都到这儿了你还躲啊 就是 太不自然了当时 睡觉 你刚才是说什么 我说睡觉啊 对呀 跟谁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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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跟我自个儿睡呗 那哪能自个儿睡 自个儿睡多了 好 我高兴 能 tan 不想不太睡 你带 heures睡 你一天一夜 我好睡 一� bushes 乔 Sinne 什么时候来见那 bonne 快 Jesicie 怎么 快 快 快 这你怎么样了 好了 上学了 妈 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 这五经半夜我们开车 连夜赶回来的 就是 你该来个电话啊 你一晚上没睡 我都头疼了 等等等等 快进屋屋去茶会儿去 去吧 去吧 快去吧 那我也睡了 你别睡了 跟我来一趟 我有话跟你说 丽华出事那天 是不是你和谢莱在一起 那你问这事干啥啊 你和谢莱干什么去了 为啥丽华看见你们俩就出了事 为啥丽华谁都记得清楚 就不记得你和锦姐 为啥他搅着你和谢莱有关系 是连口子呢 妈 你问了这些为啥 我都有点糊涂了 你一点都不糊涂 明白着呢 糊涂的 倒是我 妈 咱不说这些了 现在丽华都开始好转了 她还跟我说 她要跟我重新开始 你不把事情说清楚了 开始个屁 谁 写了心不说是不是 我告诉你向前进 老崔和谢莱 他俩的说话我全听见了 谢莱是锦金的亲妈 你怎么说 这款车呢是我们北汽威望 今年新推出的一款MPV 这款车的配置非常高 它比较叫车化 我觉得比较适合俩 来 咱们上里面看看 好 来 孟 我所知道的一切 可一无一失都跟你说 谢莱是锦金的生母 这我相信 可她生父呢 冒你啥意思 你说呢 艾蒙 你总该不会怀疑 我跟谢莱有啥关系吧 我怀疑的就是 你跟谢莱有关系 崔教授 你说我真是 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老太太死活认为啊 仅仅是我跟谢莱生的 哎呀 我现在顶得双重压力 一边是老太太这样 一边又是丽华现在这种情况 怎么说呢 我简直要崩溃了 哎呀 看来这事 哎呀 还真是挺难办的 哎呀 要不然正常前进 我看就让谢莱跟老太太见上一面 当面把事说清楚 你看行不 好 大爷 我今天来 就是给你们赔罪来的 别跟我说些没用的 你就说锦金到底怎么回事吧 锦金 的确是我的亲生女儿 但真的是跟前进大哥 一点关系都没有 真的 那年 锦金刚出生 她爸就得病去世了 为了给她爸治病 花尽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还欠了医生的债 仅仅两岁半的时候 大夫告诉我说 这孩子得了闲天性心脏病 我当时记得都快疯了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我也真是糊涂 我就把孩子放到了酒店门口 我就想那儿进进出出的都是有钱人 这没准谁把她抱回家去 还能给她治病呢 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后悔了 我就赶紧往回跑 可是到那儿一看啊 锦金已经不见了 我就发疯似的我到处找啊 可是怎么我都找不着 我想报案来着 可是我不敢 我怕别人认为 我是个连畜生都不如的妈 从那天起 我就开始当护工了 因为我想 这孩子要是哪天犯病了 怎么着也得去医院吧 我没准还有缘能够见着他 这一干九十十年 大姨 你都不知道我这十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都不知道我去过多少家医院 给多少人干过护工 我后来都失望了 我想我这辈子 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能够见到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直到锦金住进了医院 开始我也不确定 后来您告诉我说 锦金是嫂子跟前进大哥收养的孩子 后来 我又在锦金的腰上 发现了那块太极 我才最后确定 锦金是我亲生的女儿 你现在是咋想的 你现在是咋想的 大爷 我跟前进大哥说过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要不是您发现了这件事情 要不是您认为前进大哥 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 承认我是锦金的妈妈的 因为我不配 大爷 大爷 你相信我 我绝对没有奢望过 锦金还能扔了这个吗 去崔教授家给他当保姆 我主要是想 我在那儿还能偶尔地见着他 能够知道他过得挺好的 他的爸爸妈妈 关心他 爱护他 我也就知足了 大爷 您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来打扰 你们一家的生活的 嫂子 前进大哥 你们永远都是锦金的亲生父母 过去是 现在是 永远都是 好 今天 夏宜来家说的你写个话 在这儿 知不知道你都听见了 本来 本来爸爸想 想等你大一点 爸爸再跟你说 可是没想到 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快地就来了 也不知道你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但不管你怎么想 这都是个事实 从你三岁来到这个家里 你就是这个家里的中心 不管是爸爸妈妈也好 还是姥姥姥爷也好 都是那么地爱你 那么地从着你 直到今天爸爸妈妈也没动过你一手指头 因为爸爸妈妈知道 就怕有一天 你的亲生母亲来了 你是爸爸的心头肉 你现在还小你可能不大理解 我希望你 希望你能去认你的母亲 她是你的亲妈 妈妈现在这种情况你也知道 有些记忆已经失去了 她要是恢复记忆的话 我相信 妈妈也会让你们母女相认 爸爸 爸爸 希望你能到崔教授那儿继续练琴 我不去 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再去崔大伯家学琴了 她是什么事 她是病人 她是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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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老了